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哈不用担心了车位被抢了 那么我们一到这种话前后都有车的体质位时 我们要想一把路过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操作试一下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始 尽量让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的距离大于50 记住一定要大于50 不然很容易刮身道 那么咱们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视镜 都在50的距离 都在两个手指头不到一点 那么就是50里面 继续往前开的时候 我们盯着我们的后视镜就可以来开 开到什么位置 来来来 一直开到我们的后视镜 旁边车辆的这个车头对齐以后 我们往右打满方向盘往前开 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车身是不会刮身到旁边车头的 那么继续打满往前开的时候 我们要盯着我们的左车A柱夹脚当我们的A柱夹脚和 咱们前方的这个马路亚子或者是张安物底部 重合以后 我们再慢慢的打我们的这个方向盘 让它尽量的往前开 做到随走随打随走随打 尽量就是让我们的后轮多甩进来一点 那么转进来以后 到我们的车身和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停好了 那么有的朋友 用这个方法停好以后发现 我们的这个车尾还没有进来 遇到这种情况 就特别简单 尽量把我们的车往前开 和前面的车多靠近一点 然后往右打死方向盘 往后对 然后盯着我们的这个后轮 咱们看一下后视镜中 后车轮进了以后 那么我们再往左打死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也就停进来了 也是当车身和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回正方向盘 新的朋友 只要掌握这个方法以后 你再来停车 你也能像车哥一样 一把方向盘 轻松把车停好 我车哥如果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